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巴特 巴特 上 巴特 該買 你聽得見嗎 可以 來巴特 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44歲 在北京的西安人 44歲 北京的這位大哥 來 來 巴特 你好 請問一下 如果滿分10分的話 你給習大大打幾分 我打9分吧 9分喔 來 為什麼你滿意在哪 不滿意的地方在哪 先說不滿意吧 就是那1分的扣 如果是 如果說 習大大就會在20大的時候 他換戒他就下來了的話 那我會打10分 他沒有就是換戒就下來了 他改變了這個規則 所以被你扣分了 我也沒 但我也沒 不像說皮花那樣給他扣那麼多吧 然後 我也理解他現在這個內閣 應該放到西方語境 應該叫一個戰時的內閣吧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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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只是希望等這種 百年未有之大變級過去以後 原先的那個制度 希望他也能回來吧 嗯嗯嗯嗯 好 好 我對於希望回來的原因 剛剛皮花已經說的非常之起初了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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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意他講的是吧 嗯 對對對 畢竟这个局势确实比较的紧张 那么临阵的话 如果就换一个换整个的这么一个执政团队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 我然后再说那个9分 其实可以说是大一号10分 对 因为我最关注的两个点 他那个习大大做的都是非常的好 一个那个腐败吧 反腐 虽然我听你的节目里面经常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腐败没抓 那个人腐败没抓 但是那都是很高层的 我并不认为那种很高层的对民众的生活 实际上是挺远的 你只是可以说在北京打出租车的时候 听听那些司机给你讲讲这些红墙密室 等等这是当一个乐来听 真正其实在习大大上来之前 因为我是07年底吧 然后回国和朋友我们一块去创业 然后那个时候的环境 像我那时候负责的还是市场营销 但是腐败的那个情况 因为我从小有家庭的环境 就特别让我很痛恨这个腐败 我来回其实像你像艾亚奶奶跳返 我当时来回跳返了多少次 三次吧 因为也参加过扶贫 所以那时候90年代末也参加过扶贫 参加过三次 那时候对共产党印象还变好了 所以你自己就来回跳返过三次了 对 所以艾亚奶奶这个也不奇怪 对啊 16大后来本来那时候对共产党感觉挺好 16大的时候也是因为房子的事 我们拉条就围了人去中 然后又觉得共产党不好 然后那我就出国了 然后再就是回来 07那时候就觉得国内经济挺好的 然后就跟朋友们一起在国内创业 创业以后当时在市场营销 那时候的那个环境 那个腐败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一个常识 没有人觉得腐败是一件不应该的事了 比如我办一件什么事 我去注册一个企业 那么我要送一个什么超市的卡 对吧 我们去公司缴税的时候 要跟那个税务专业 逢年过节 我们都要去送那种超市购物卡 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习以为常 这个方面 像我们那时候给客户做培训 我们公司在北京 在东方那边有给我们配套的合作厂家 按理说的培训那你来北京培训 对吧 那客户都会选择去东莞培训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好细节不讲了细节不讲了啊 我们拉到比如说拉到香港啊 拉到澳门去玩啊 对不对 不用了东莞就很好玩的了 好了来来来来 对那时候是一个它的辉煌时期 如果我也能打分的话 我东莞我要扣五分 好好来你继续继续啊啊啊啊啊那确实那个时候包括你像我我现在我为了你这个今天上来我把我们公司的那个每年的那个财报我专门拉出来啊我们12年吧我就看12年嗯营销收贷费就占我们的全年支出啊全年支出占5%这个不能再多啊啊啊啊啊啊这个税务要求就不能再多你再有就超过比如说就 迎来送网啊吃饭啊还有什么 没错 喂喂 哎大哥你网怎么掉了 喂 好巴特你网掉了不好意思啊特别特别把你公司的资料掉出来结果你网掉了没有关系 你等一下如果还能上我让你把后半段给补上来好不好啊 因为你特地把你公司资料掉出来啊 好你先去试个麦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好来下一位啊 来南京小哥你开麦 听得到吗 可以来南京小哥你好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你好90号然后安徽人在南京工作90后你是九九几啊 在安徽 95 95年了 95年年轻了安徽的网友啊 好来这位南京小哥啊那个如果满分10分的话你给这个习大大打几分 给他打9.2分吧 你不要9.2啦 9.2 我们分数很难算你要嘛就整数要嘛就点5 9.2 9就9还9.2 你刚才9点278好了3点141592我晕倒 好 好9分啊好 满满意在哪里不满意在哪里啊 我先回答一下吧 我先回答一下吧刚才有一个人说他是恒大理财 你回答归回答你时间有限 好 我知道 因为我 我也是恒大理财的受害者 但是怎么说呢 我没有去闹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 看到了政府的努力 包括恒大 地产 他是一个有限公司 他已经向政府申请了 广州市政府 申请了 最起码要有四五次 都被政府驳回了 就是不让他破产 就是为了保护所有的 无论是买房人的 权益也好 还是恒大理财的人的权益也好 然后第2个就是 有一个说不让摆摊的 然后我也回忆一下 就是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 我在南京的话 包括每天我去坐地铁 或者是怎么样 包括晚上路边 都有摆摊的 其实只要你 怎么说呢 就是不影响市民 然后市民不去打那个12345去投诉 其实城管 对这方面管理的 不是很严格的 然后我再讲一下 我打分的原因吧 第一个方面是 经济 经济的话我只给了7分 反正从外部因素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 确实这10年吧 外部 美国的亚太 亚太重心转移到 就是 亚洲这边 然后中国的 外部化的环境确实很差的 然后这个我没有扣分 然后内部因素的 第一个就是 前任留的房地产的坑太大 他就是 没有填好 这一任没有填好 说实话 而且加上李克强的 蓬改 然后把泡沫催生的更大 才导致了刚才说的 包括 阿亚奶奶 他的烂尾楼也好 还有刚才那个恒大理财也好 这个都是 一个方面是有政府一部分原因的 然后第2个是疫情 疫情对经济确实有影响的 所以我给扣了1分 第3点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 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怎样 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是 这些政府应该 集中权力去解决的问题 现在的地方政府 债务太大了 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大了 然后可能会影响整个的 就是整个的政务体系 包括现在 有些小地方 包括可能是 什么 就是公交的人员 就是先是事业单位的人员 工资 都要是 下调 你那个麦是连线不好是不是 你可能靠近一点还是怎样 你继续讲 然后这个是经济方面 我因为 内部因素扣了三招 然后第2个是民生 第1个是扣了1分 给了9分 是延连感扣 因为确实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 他只是做了党内的一个管控 上来了之后 是对全安位进行管控 但是我也能理解吧 因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习上台后 对所有的共产党员 对所有的执政者 他们的行为和思想 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执政者 就是当官的嘛 或者普通的一个共产党员 我的要求就提高了 那么 如果 国内的舆论环境没有改变的话 还天天向江泽民时代或胡锦涛时代 天天指着我骂 说实话这个对于 对于什么 对于什么 喂喂喂 对对于什么 对 好那个不好意思啊 你你你你你网络实在太烂就GG了啊 你你已经掉线了啊 好但是你分数也打了我们会统计的啊 好那个下一位我看到你了来我我我把你接上来啊那个巴特尔啊你把刚刚的话我补完啊来巴特尔你开麥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好来那个巴特尔那个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把刚刚你的那个特别调出来你公司的那个部分啊你你说 你说2012年吗那个光交际费就是占公司支出的5%吗这个已经在会计上已经到顶了啦 我知道5%台湾也是这样 这还没有完呢这个其实有超出的部分我们是要再等于记到别的项去 哦这样做到别的项 你像培训费8.2% OKOK 还有一个计划外采购当然你应该明白计划外采购是什么意思 OK但你们你们的内脏了你们的在你们内脏的比例来讲就是花在这个交际费其实实际上是占多少吧 在内脏的部分 纯交际是13另外你还有送出去的 还有14 还有14 送送是什么送礼是不是 来就你明白吗 对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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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7% 28%了我们行业内当大家所有都认为25%左右是合理的 你是什么行业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次 不好说 因为我这个行业比较 你说都很难 不说不说不说 好好 你们行业觉得25%是合理的 当时大家都这样觉得 所有人都觉得这么觉得 包括客户也是这么觉得 我们这些做的 觉得 然后那个 但是我在看 这次疫情这三年我就不说了 因为疫情三年可能 很多人会觉得因为没有办法直接交流 这个数据可能会很低 那我拿19年的数据 疫情有影响到你们吗 还是19年我们公司的数据 好 营销招待 这个原来是5% 现在变成1.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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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 从8.2%变成0.03% 培训 怎么会 我们自己内部的真的员工 培训用掉的钱了 哦 你之前做账做到培训去了 OKOKOK 对 现在等于就是一个 就是真实的比例就从 这个就从13% 现在一下子降到 只有1.0% 然后 发外采购直接就是0 所以等于实际上来讲 就是大概2%了啦 大概这样啦 是不是 就是我一下给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 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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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12年到19年的一个变化 当然这是 这就是对反腐我非常赞同的意义 那利润有下降吗 利润但是 怎么说呢 利润实际上 因为成本上去了 人工成本上去了 你明白吧 12年 和19年 20年这些工资是 差了一倍的 好 实际上我们 的售价并没有变 我们基本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后的净利 但是实际上等于把省下来的钱用雇了 给了这些 我们这些员工 涨了工资 好好好 OK 理解 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 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环保 环保 我女儿是12年出生 12年出生 15年她上小学的时候 虽然已经有所下降 像幼儿园上 我们要求幼儿园在 操场装了一个户外的PM2.5的表 就是说 只要没超过200 超过200就不能户外活动 没超过200 还让孩子户外活动 那么在那个冬天 15年那个冬天 我的孩子只出来了三天 我家里我从欧洲带回来的那个 PM2.5那个两表是500是满支 我放到窗外 直接就报表 OKOKOK 那就是内纸的情况 然后12年 15年还这样 15年我非常关注 因为我买了那个表 12年 原来没孩子 根本管都不会管 好理解 然后 到了现在呢 200 昨天有一天 昨天上到 今天上到19 这已经是 一天 改善很多了 太多了 几乎就 我现在没有 去年夏天 去年冬天我应该没有遇到200以上 好 理解 夏天就更好了 夏天就更好了 我最关注的这两点上面 好 所以你打了9分 好 谢谢你啊 谢谢巴特你的分享啊 好 谢谢谢谢谢谢 好 OKOK 好 拜拜 拜拜 好 把他部分 讲完 下一位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